肆无忌惮 尤其乙军近期开始炮后南部的拉法 甚至连物资车队也不放过 导致联合国被迫中断对加萨的援助 以色列特种部队士兵扛着一桶桶汽油 进到加萨干尤尼斯地底下的哈马斯地道 特种兵在这又发现一处哈马斯官员藏匿的空间 里面满满都是杂粮干货 而为了防止哈马斯再度利用地道来突袭以色列部队 士兵安装好炸药引爆炸毁 这回负责摧毁哈马斯地道的 就是以色列王牌精英部队亚拉姆部队 亚拉姆部队的拿手绝活包含反恐攻和拯救人职 而且从10月7号以来 这支部队在发掘和摧毁哈马斯地道上扮演重要任务 而在地面上持续进行大扫弹 以色列地面部队宣布扩大在甘尤尼斯的行动 这名加萨男子一戏之间就失去爱妻和三名女儿 最小的才八个月大 她痛批现在加萨地区根本没有安全地带 在往南之后拉法地区也连日遭遇猛烈空袭 CNN甚至发现以色列军人连救援物资卡车也不放过 这辆载满食物的卡车原本已经和以色列打成安全通行的协议 但2月5号却在前往北加萨的路上遭到弊军炮袭 CNN has seen the internal UN incident report and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UN and the Israeli military that show the route of this convoy was agreed upon in advance 当时有十辆联合国卡车沿着加萨海岸的道路往北开 在凌晨4点15分抵达以色列国防军哨站 然而车队却卡在哨站超过一个小时5点35分 其中一辆救援车辆预袭 the UN says they were hit by Israeli naval gunfire and in satellite imagery taken just two hours after the attack CNN identified ships that could only be Israeli naval boats they've been deployed along the coast and are attacking Gaza from the west it's really difficult to see how this could be a legal attack and so at minimum it would look like a very serious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whether it's also criminal then depends on questions of intent 事实上这不是第一次援助卡车被袭击 从开战以来接连有多辆物资卡车被击中 这次攻击事件后联合国无奈宣布放弃向北加萨提供援助 数位秘书长谭德塞警告加萨的人道危机 已经恶化到这块飞地沦为死亡地带 只是以色列没有任何要暂停战火的迹象 另外美国第三度否决联合国安理会立即停火的决议草案 专家说这会让以色列的攻击变本加厉 虽然美国改推销自提的草案用暂时停火来换取哈马斯释放人质 但停火先议能否取得折中版本 目前看来希望渺茫 TB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从刚刚的报道中可以看到 以色列军队连日袭击加萨南部的拉法地区 那么同步更传出近期已经向哈马斯发出了决战通知书 进一步分析时间交易作痕 以色列军队连续多日来空袭了位在加萨地区南部城市拉法之后 现在又发出了决战通知书给哈马斯 那么里头就提到说 他们要消灭哈马斯在上面的其中有四个作战营 只是现在外界非常担心的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在这边 其实聚集了140万的巴勒斯坦难民 所以国际也担心说会变成一场人道危机 呼吁以色列要赶快停战 问题要停战 谈何容易 大陆的军事专栏的评论当中就提到说 不管哈马斯到底要不要释放人质 其实以色列方面都不会停手 理由是说以色列的目标 就是要夺回废城走廊 可能大家对他比较不熟悉 废城走廊他处在埃及和加萨的中间区域 他面积是比较狭长的形式走廊 而哈马斯获取外界的武器通道 就被以色列方面只救在这里 所以他们现在也希望要来抢夺这个控制权 好 所以以色列当局目前可以说是上下一心 国会近期也压倒性支持一项 由总理纳坦雅胡所提出的议案 这议案相关内容我们再请作合来说明 所以可以想见其实国际上 现在有非常多的压力 希望以哈的冲突可以赶快画下修指幅 只是说这个真的不容易 因为我们看到华盛顿邮报就提到说 美国和部分的阿拉伯国家认为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要永久的和平 主要就是要暂停交战 另外释放人质之外 还有就是巴勒斯坦是否能够建国 而其中就提到一个时间点 希望在3月10号这一天 也就是穆斯林的圣月斋戒月前 来达成这项协议 好 可是关键就是在 以色列的态度了 以色列的国会现在压倒性的支持 总理纳坦雅胡的提案 他们说反对任何片面承认 巴勒斯坦国的行为 而且还说10月7号后 做出这类的宣告 是为恐怖主义来提供奖励 而纳坦雅胡他也说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表决 凸显了以色列他们集体的决心 法新社就分析说 这是以色列他们向国际来表达 强而有力的信息 好 另外以哈冲突的外溢效应 导致红海运输持续动荡 那么最新消息是在夜门外海 又有货船遭到飞弹攻击 而且船身起火时间在交易作恒 好 其实整个中东地区 都气氛相当的紧张 我们看到最新的是 夜门雅丁东南方海运 又有一艘商船 说是遭到两枚飞弹攻击起火了 这艘船它是悬挂了帛琉的国旗 是英国所拥有的杂货船 而事情发生之后 英国海事公司也说建议商船 可以远离这艘船 要小心来行驶 但是就呼吁有用吗 其实美国也朝夜门 胡塞组织的基地 发动了四次的空袭 摧毁了7枚的移动型反舰飞弹 一辆飞弹发射车 和一架攻击无人机 而美国方面 国务院的发言人就提到说 他们其实不愿意 在红海区域来制造冲突 只是为了保护商船 能够自由航行 而且他们的运输 不应该要受到 胡塞的攻击来影响 看完了国际消息 想要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 也可以扫描我左手边的QR Code 下载TVBS新闻网APP 就能够一手掌握 而全球两大的运河 航运量大幅缩减 台湾工厂外销到美国的滑鼠 因此延迟了一个多月 至今尚未到货 美国东岸 马里兰州的这家工厂 来自台湾的滑鼠 正在最后加工 但现在却严重缺货 该来的滑鼠键盘 已经延误一个月 因为巴拿马运河水位过低 从太平洋送的货 现在得先在西岸 就金山卸货 再用火车送到东岸 巴拿马运河原本平均一天 能让36艘船通过 现在只剩大约24艘 不止巴拿马运河 红海航运路线 也因为中东冲突 夜门无塞攻击 货船选择绕道好旺角 日本就感受到欧洲商品 来得比较慢 两大运河都有状况 也让全球供应链再度大乱 更何况夜门湖赛组织 最新放话 拥有新种类的武器 攻击货船 威胁使用潜舰武器 胡塞持续影响全球 超过一成的海上贸易 您现在收看的是 TVBS新闻台 欢迎收看TVBS下午三整点新闻 我是谷彩燕 首先关心的是在台南麻豆区 一辆轿车深夜冲撞民宅 撞破围墙 甚至呢